是蝸牛开始的 是蝸牛开始的 有一天 蝸牛遇见一只猪 蝸牛说 天哪你好肥哦 我很惊讶 你的腿 竟然没有被压垮 猪说 我就是喜欢 又圆又胖啊 猪一边说 一边很满意的 看着水坑里的倒影 猪又说 我的身材刚刚好 可以在泥巴里 滚来滚去 而且我也吃得很开心 我很高兴 我长这样 猪一边说 一边捂着 优美的脚步 离开了 但是猪一想起 蝸牛的批评 就觉得很烦 所以当他看见 一只躲在树林里的兔子 就说 就说 喂 你真是一个胆小鬼 小心哦 你每天都会过得 怕怕的 哼 你乱讲 兔子不服气地说 我当然要小心哦 如果狐狐狸追我 我才不会被它抓到啊 说着说着 兔子就躲进树林里的兔子 就躲进树洞去了 只会睡觉 嗯 你安静了 大狗说 我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不是吗 大狗又说 我做了很多美梦 梦见 胆小的猫 多只的骨头 还有 漂亮的狮子狗 大狗说完 又闭上眼睛 继续睡觉 大狗醒来 想起了兔子的批评 心情就很不好 它走着走着 差一点就闯进了蜘蛛王 哦 大狗低头看了蜘蛛说 你的腿这么细 好丑哦 蜘蛛说 错 有丑的好处 大家不喜欢我的样子 反而离我远远的 兔子一边说 一边 匆匆忙忙的 爬到 网子的顶端 但是 蜘蛛一想起 大狗的批评 心情就很糟 所以当他看见一只白鹅 快乐的在草地上吃草 就说 喂 你这只呆头鹅 也许明天 你就会被丢进锅子里 你怎么都不怕 明天 白鹅静静地想了一下 说 也许会 也许不会 为什么我要烦恼不能避免的事呢 白鹅说 白鹅说 我可不要让不快乐的想法来破坏这可爱的一天 他说完后就跳进了清凉的蓝色湖水里 但是 蜘蛛的话 还是破坏了白鹅的一天 所以当他看见蜘蛛牛 就说 喂 慢吞吞的家伙 今天早上我看到你的时候 你在土堆的下面 现在 现在我已经到土堆上面了 蜘蛛牛 蜘蛛骄傲地说 蜘蛛牛又说 我在上面 看漂亮的风景 而且 和岩鼠愉快地聊天 这是 多美好的一天呢 这天晚上 蜘蛛牛却很难过 他坐在 壳里生气 哼 白鹅居然笑我慢吞吞 这时候 他忽然想起 自己对猪说过的话 哎呀 糟了 我一定要去向猪 道歉 第二天早上 蜘蛛牛就出发 到水坑 去找猪 他喘着气 向猪道歉 我非常非常非常对不起你 猪问 对不起我什么 对不起什么呢 蜘蛛牛回答 我说你肥呀 我说你肥呀 其实我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胖胖的 一只瘦 一只瘦巴巴的猪 看起来根本就不对劲儿 真的吗 谢谢你 这个时候 猪也想起了自己对兔子说过的话 对不起 蜘蛛牛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 我要走了 然后猪急急忙忙的 跑去找兔子了 在天黑以前 猪已经向兔子说对不起 兔子也向大狗说对不起 大狗却向蜘蛛说对不起 蜘蛛也向白鹅说 对不起 当然白鹅也向蜘蛛说对不起 到了晚上 大家都互相原谅对方了 他们终于可以安心的好好睡觉 他们很高兴又能做他们自己了 高高兴兴做自己 小朋友们 看到这篇故事 因为一连串 无心造成的因果事件 当每只动物被批评时 都为了自己解释或辩护 不管他们本来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的优点 特点或是为了保护 颜面而找理由 他们的心情终究受到影响 无法以对自我的认知来安慰自己 随着情节的进行 我们好像看到无形的炸弹 从一只传给另一只动物 白鹅尽管知道 别让别人的想法破坏自己的生活 却做不到 他还是烦透了 又继续把炸弹往下传 所以除了判断问题的能力以外 我们也应该帮助自己和朋友 找出适合自己的方式 抒发情绪 学会鼓励和安慰自己 避免伤害自己和其他人 做出破坏性的行为哦 所以小朋友们 如果和朋友之间 有了冲突 有了摩擦 也可以和爸爸妈妈讨论 分享哦 如果真的发现自己 真的做错了 就要勇敢地说对不起 勇敢地说对不起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